烘枣鹰嘴豆豆浇,前段时间,我自己工作繁重,不得不加班,我一方面担心没照顾好孩子,另一方面又想把工作做得更好,或许因为工作压力大,我自己担心的太多了,精神紧张有几天晚上就是睡不着,越想早点睡,越睡不着,晚上没睡好,白天工作强打精神,感觉特别累。 每次遇到自己状态特别不好,我都会看一些能让自己放松的书籍,还会吃点红枣平复较早的心情,红枣可以补睡安神,帮助睡眠,红枣还有补气氧血的功效,是很清明的滋补品,尤其女性经常吃红枣气血足,精神面貌好,脸色变得红润,皮肤有光泽又细腻,经过了一段时间调理,睡眠质量好, 我分享一下这段时间长做的豆浆,红枣鹰嘴豆豆浆,红枣和鹰嘴豆都很适合女性,鹰嘴豆更被称为女性温暮,因为鹰嘴豆含有的衣黄铜,能够延缓女性衰老,使得女性保持皮肤有弹性,脸蛋水嫩嫩,鹰嘴豆是一种经常用来做沙拉,还经常用来给婴儿做腐蚀的,鹰嘴豆比较硬,鹰嘴豆用来做豆浆 鹰嘴豆要提前浸泡,用鹰嘴豆做出来的豆浆有粒子的香味,用鹰嘴豆做出来的豆浆特别细腻顺滑,口感很好,又因为加了红枣,这款豆浆不需要加糖都有甜味, 那是红枣带出来的淡淡清甜,经常用黄豆做豆浆的,不妨试试用鹰嘴豆和红枣做一款补气一血的豆浆,早餐有这样一杯豆浆可以唤醒沉睡的味蕾,边喝红枣鹰嘴豆豆浆,边吃主食,更有食欲,早餐吃得好,工作有动力,材料,鹰嘴豆50克,红枣6克,是1000毫升,做法,以用来做豆浆的鹰嘴豆, 要提前浸泡,鹰嘴豆最好浸泡6小时以上,把鹰嘴豆泡软做出来的豆浆才会够细腻更顺滑,而红枣取和切块,红枣和鹰嘴豆都清洗干净,三把浸泡好的鹰嘴豆和红豆放进煮锅里,大火烧开后转中火煮10分钟,四煮好的红枣鹰嘴豆连水一起放进破壁机里,用破壁机豆浆功能键,五破壁机工作,完毕就有好, 首先说一下,我用的这台破壁机没有加热功能的,所以我做豆浆要先把材料煮熟,再倒进破壁机里,用破壁机搅拌成豆浆,如果有豆浆机或者能加热的破壁机,可以把浸泡好的鹰嘴豆和红枣以及水放进机器里,让机器完成煮和搅拌的工作,这个红枣鹰嘴豆豆浆没有放糖的,我自己很喜欢不放糖的豆浆, 我自己做豆浆都喜欢原汁原味,我都没有放糖的,像这个我就利用红枣自带的清甜,如果喜欢甜味的,记得要放甜冰糖或者砂糖,您喜欢这款豆浆吗? 欢迎给我留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